谢谢C男队 今天所有推荐的游戏朋友们 欢迎是樊梁的新孝林 我是主持人王旭 我是主持人露露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光临新孝林 今天我们请来这位两位嘉宾呢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优秀 是 一位是著名的影视演员 资深年轻演员 资深年轻演员 可以这样讲 是不是 另外呢是我们二位的同行 没错 非常优秀的一位主持人 是 接下来呢我们就热情的掌声有请 著名的影视演员郑浩和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李波尔有请 有请好嘞 欢迎二位 大家好 李波尔 同行 但是你看她是一个女性 名人也很好像波尔 但是你知道她在圈里叫什么叫 叫波哥 是 所以你刚才特别突出了一下 她是一个女性 难道观众朋友们看不出来 我是个女性吗 完全从这个长话 包括您这个艳丽的衣服 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一看那人的性格 对 特爷们 女汉子 对吧 那么丈音 那么直爽 这当然几个事物当中的 是 戴舞台上她很俏皮 很晦见 很幽默 没错 这波哥是谁给你送出来的 就是可能是平时的性格吧 今天不是说波哥跟浩姨来的吗 哎呀 这个我就不来了 浩姨 浩姨 波哥今天的造型特意往那边打满的 对 观众朋友可以看正面一看就是一美女 但是你转过去正背面一看就是武侠 哎 真的是这样 哎 你别说这个波哥跟浩姨今天叫的针对 因为他们在外景这个体验呢 就真是按着身份走的 哦 我明白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哎 哦 原来浩姨 咱们就正是把你这么改名了吧 对对对 我跟那个小黑 嗯 长得可白那个小黑 是 对对对对对 对啊 好嘞 那就期待着咱们今天在外景哈 所有的这个体验过程完成任务过程当中哈 我们波哥浩姨都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好不好 好 来 用热情掌声欢迎下二位 谢谢 你跟你那个先生 你们俩是自由恋爱还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还是怎么着 我们是自己认识的 自己认识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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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是 你们都会搞对象吗 我不会搞对象 好 这我倒没觉得 真的 真的 我只能是人家张仪啊 刘婶啊 给你介绍 带个桥 对对 因为我们真是不会搞对象 说实话 所以说我在我的心中这个媒婆啊 或者是叫这个媒人 空娘 对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 很重要 很伟大 对对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给波哥李波尔 安排的第一个任务 就让他去婚介所 对 去体验完成一系列的红娘任务 好 咱们先看一下 第一次进入婚介所之后 接的是什么招呢 嗯 你看看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婚姻介绍所 或者我懂你 所以说咱们的 学生组上来就给这个福利 就是直接给我介绍男朋友 是不是 谢谢大家都知道 我没有男朋友这件事 好了 我们先看 爱情爱 是这样的 就是 大家是知道我没有男朋友 你也没有 对 所以你是要做主持人多悲哀 今天你来到这里 你的目的是 给你介绍男朋友吗 你当然不是给我 而是给接下来 来的顾客 介绍朋友 给顾客介绍 对 也许是男朋友 也许是女朋友 都不一领 哦 好吧 你准备好了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管他呢 先迎战一下 是 加油 好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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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坐 请坐 来 你看看他 找不下吗 对 您先介绍一下 您的个人资料 快40了 真是他们出来 保养的特别好 我以为27% 我认为27% 年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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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他长得年轻 靠着 给妈妈推药一点 您之前交过女朋友吗 没有 没有 因为我眼光高 哦 所以到4月 就怎么样 还交过你朋友吗 没有 就是完全想用 你个真诚的真心 打动你一个 你特别喜欢 美女 害得是美女 可以 大概你怎么样的 有 你女人这样的女人 没有 肯定有 你只要加入到 我们的这个 会员当中 我们就给您 安排这样的人 见面 翻冰冰 可以 这个都可以有 走训 走训 这就是一个年轻 说话的好听 说话这个顾鸭嗓的 说话这种 压身打气的都有 林队梁 哦 翻冰冰 走训 哎 长得很像 啊 都长得挺像 呦 您信吗 不是 你先听我说两句 你先加入到我们会员 加入会员中 什么样的都有 下吧 看妹妹 咱俩 嗯 行 占冰 咱俩 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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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